故子裡就是非常毒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當然他在選舉過程 就是說黨內初選 以及他如果最後被提名 參與大選 我相信他對於兩岸論述 他所著重 到底是否毒會有差異 因為黨內初選 他當然要集結 獨派的力量支持 才可以跟蔡英文做一些區隔 我想這個是他策略上面會應用 賴清德這一次 禮拜一突然宣布登記 要參與民進黨內的 總統初選 大家覺得這是一個震撼彈 但仔細思考是有一定的脈絡 包括他在去年9月1敗選 他就馬上跟蔡英文切割 然後辭去行政院長 而且卸任的時候發表 對於憲改 憲政改革相關高度的發言 事實上他心裡一直存在著 他是可能要進逐 總統大位的候選人 第二個 事實上他是有正當性的 就是說他一定要有師出有名 所以看到他基本上就是 民進黨裡面現在 可能人選民調最高的 幾次的民調顯示 他的民調遠遠高過蔡英文 而且目前來看蔡英文民調 所有機構做的都是輸給 國民黨裡面這幾個 可能候選的幾位太陽 只有賴清德是有可能贏過 國民黨可能的候選人 甚至跟柯P是接近 甚至超過的 有幾個民調裡面 所以他為什麼會在他登記 對外發表看法提到韓國瑜 因為他要加強他的正當性 也就是說我賴清德 跟你韓國瑜 是現在兩個陣營裡面 民調最高最強的一軍 沒有道理不出來參選 所以你看到他特別提到韓國瑜 韓國瑜沒有表態 還沒有把話說死 他刻意不提國民黨幾個太陽 特別選韓國瑜 就是要加強跟我一樣 我們都是藍綠陣營 民調最高 最應該出來代表 出來參選總統的人 所以這個是他有精心的 設計跟計畫 談到韓國瑜 當然他今天 還是沒有把話說死 但我認為他有 強烈的企圖心 看得出來 剛剛包括立文 以及包括沈大佬也談到 他接受今天的專訪 他以高雄市長的身分 他特別評論賴清德出來 參選民進黨內總統初選 他的看法 對於賴清德 過去長期支持台灣獨立 他認為這樣子是害到了台灣 同樣的 事實上他對於人民的感受 非常直接 今天有一個新聞出來 他對於他的屬下 這個的一些開會時間比較 翹翔腿 翹翔腿 他馬上嚴厲呵斥 他很在意民眾的觀感 所以表示他有這樣的一個企圖心 他認為民眾怎麼看待他 非常重要 所以我認為他到現在 一直沒有把話講死 事實上他也一直在觀察 我覺得國民黨內現在 在討論初選的制度 我也認為吳敦亦主席 事實上也還是保留 這樣的一個機會 事實上根據我們黨內 初選的規定 本來就是照規定走 也就是說在全代會確定之前 都還是有一定的協調空間 當然我們照初選制度 初選誰去登記 那就進入初選 在登記以後 初選事實上 黨中央可以進行協調 也就是就民調的技術面 你要選哪幾家民調公司 互比對比佔比多少 然後以及甚至可能納入對手 也就是民進黨的人選有誰 我們才能做對比 當然也可以協調說 是不是可以納入黨內有可能 最強的人進來 我覺得這個當然是在 我們既定的制度裡面 可以做協調的 所以沒有所謂 楊森定做 嬰人設施的問題 所以我想今天韓國瑜出來 他的談話 其實也展現了他一定的想法 我相信他也不完全排除 出來參選這樣的可能性 因為他一直沒有把話說死 這個議題是對的 而且也是正確的 但是我們先來看一下 賴清德他自己的一個 在他的臉書上提出他的 他的使命感 他的局勢的判斷 那麼跟他的一個見解 我覺得充滿了邏輯上的 一個妙物跟事實 有很多的背禮 首先他講到他的使命感 他認為說民進黨敗的話 這個台灣就會亡 那麼也就是說2020年 如果民進黨輸的話 台灣會亡 還有民進黨會亡 不會啦 2008年的時候民進黨也大輸 台灣也沒有亡 而且台灣也沒有更不好 然後我們也看到 民進黨也沒有因為這樣亡 2016年民進黨 還不是又回來執政了 只是台灣的選民對於執政 政績不理想的政黨的耐心 是越來越低了 也就是不會再給他八年的機會 那麼四年我就考驗你一次 所以我覺得賴清德的使命感 是站不住腳的 因為第一個台灣不會亡 中華民國不會亡 民進黨也不會亡 其實連台獨也不會亡 所以我覺得他的使命感 的邏輯判斷是錯誤的 第二個他提到2016年的時候 他沒有出來選 是因為他讓 我覺得這一點跟事實有背禮 2008年的時候民進黨的士氣 最糟的時候 當時是蔡英文頂住了 撐住了這個民進黨 我想大家都知道 所以等到情勢大好的時候 你如果賴清德要回來搶 這個情勢大好的例子 我覺得他在正當性 是站不住腳的 所以在黨內裡面 自然拱出這個蔡英文出來選 我覺得所以賴清德的講話 講到16年他的貢獻 我覺得站不住腳 因為當時大家都知道 對於民進黨最有貢獻的是蔡英文 所以他順理成章的 代表民進黨出來選 而且也贏了 我想賴清德的 那個正當性是不夠的 他講到16年他的讓 那個正當性不夠 離現實太遠 我覺得韓國瑜批評 賴清德的兩半 就是兩步一半 這個台獨搞一半 我覺得台獨搞一半 就是搞假的意思 那也就是說你賴清德 也不敢真的搞台獨 你既然不敢真的搞台獨 你就是搞一半 那就是搞假的 我們看到了 美國的態度是反台獨的 在台灣是反台獨的 所以當郭貝宏 他們要推台灣的 所謂的證明公投的時候 AIT站起來反對的時候 我沒有看到賴清德 站起來反對美國的AIT 干涉台灣的內政 或是干涉台灣的 獨派的團體 要推獨立的公投 賴清德並沒有出來 反對 批評美國 你怎麼可以對台灣的內部 知智點點的 所以賴清德本身 也不敢真正的 當美國起來反獨的時候 賴清德不敢出來反美國 那這代表什麼 他自己也很清楚知道 台灣搞台獨 美國會跳出來 你直接搞台獨 那麼美國會跳出來 你賴清德沒有美國的 支持你敢搞台獨嗎 所以你的台獨也是搞一半 既然搞一半就是搞假的 而且他也很清楚知道 台灣廣大的民眾 並不支持台獨 所以他的台獨 喊一喊 嘴巴講 所以給自己再加兩個字 叫做務實 務實的台獨工作所 用形容詞 那就是不是真的台獨 你就是搞一半 那就是搞假的 既然搞假的 就不要一直嘴巴講 我是台獨 因為你是搞假的 好 我們再來看 他講到特色阿扁 做不到 他絕對做不到 因為阿扁後面的官司未了 那個後面的官司之所以未了 是因為他還保外就醫 因為保外就醫 所以無法開庭 你把他官司了得 已經被國際認證 他是貪獨的 美國也認證他是貪獨的 所以美國把陳志忠 在紐約的財產充供以後 把這個錢匯給台灣 而且指定就是要作為 反貪腐的教育用 美國的態度這麼明白了 台灣的年輕人也沒辦法接受 你對於一個貪獨的總統 你要對他實施特色 你在法律上做不到 在道德上做不到 在正當性上做不到 因為你一旦把他特色 我們問你 你後面的未了的官司該怎麼辦 開不開庭 因為他已經被特色了 所以他不算保外就醫 你未了的官司應該開庭 你阿扁應該要回去出庭了吧 還是你一直用 身體的因素來請假 而這個庭一直開不了 一直開不了 這個問題就一直捲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你也做不到 那也就是說特色你也做不到 你也不敢做 然後台獨你也是搞一半 搞假的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以賴清德的整個宣言 他所提出來的來講 我看了以後 我覺得好可笑 就是這樣的程度的人 要出來選總統 我個人認為他其實再講一個 難道九合一一的敗選 他當了行政院院長 當了一年兩個月 經濟的問題他不用負責嗎 內政的問題他不用負責嗎 整個民進黨禁私人心 難道都是蔡英文的責任 你行政院院長完全沒有責任嗎 如果是如此的話 你當初你們為什麼 極力的要當行政院院長 一定要把林權幹掉 既然行政院院長 是沒有什麼裸庸的 你就讓林權幹到底 那就代表有裸庸 所以你才要去幹行政院院長 當了以後你也當不好 當到民進黨整個潰敗 你不用負任 好像這個責任你都沒有 然後你一個幹不好的 行政院院長突然間說 我要來當總統 我才能夠幹得好 我覺得這個也站不住腳 所以我覺得 我看到他的整個宣言 我看了以後就覺得好打 耐心的沒有那麼難打 也沒有那麼聰明 為什麼 因為他的聰明 絕對抵不上我們的沈大佬